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推广当机的施目鱼 今年第三年市府持续和全联福利中心合作 每和在地渔民台南市渔会 从7月8号起就推出优惠 一直到8月4号 预估今年将创下2亿5000万的销售目标 其实在台湾或者是东南亚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是很喜欢吃的 只是因为现今的时代 大家不喜欢吃多次的这种料理 所以我们也有许多无次的施目鱼肚 或者施目鱼牌能够做好 所以我相信透过优质的全联通路 能够做最好的枪枪联手 把最强的台南施目鱼 跟最强的全联通路一起结合起来 让最优质的台湾的消费者 能够品尝最好吃的施目鱼 你把鱼去煎 它的尺寸很大小的没去见到 它的肉质刚才像我们的豬肉 一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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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透露 所以才能吃到大碗会会真好 我以前小时候 我说到台湾 讲到施目鱼来最大产地台南吃就对了 如果不能来台南 现在全国最大铜路 也都买得到最鲜甜 不同部位所发展的多元商品 这位鱼养殖有超过两三百年 那产量全国有五万吨以上 在台南市这边产量占全国的一半 换句话说 在市面看到两尾施目鱼 其中一尾就是出自我们台南市 施目鱼这尾鱼有优质的蛋白质 不保护脂肪酸 跟全国的民众说明 透过产地新鲜直送的模式 不只创造渔民和消费者双赢 也可以推广更多No.1的台南鱼 记者顾文吉台南报导 高雄青鬼美术站到爱河之星站 为配合10月7日到23日的台湾设计展 提前10月完工 市长陈其曼率领市府团队前往视察 并表示完工后民众可以从高铁站 转成捷运红线 再搭乘轻轨漪漫游高雄 这里有很多的宇斗树 那客家很重视教育 就像市长很重视教育 其实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 一棵大树的影子 用减脂的意象 科委会主委梁瑞霞 他向高雄市长陈其曼以及民意代表们 解说青鬼站点的客家异乡设计 目前青鬼二阶工程还在师座当中 原本预计在年底完工 但施工单位加紧速度 市长陈其曼在视察时宣布 配合台湾设计者的举办 提前到10月就可以完工 届时民众就可以搭乘高铁 转乘捷运 再搭乘轻轨 进行一趟高雄的文化之旅 我们本来预期是 在今年的年底 但是我们也配合台湾设计展 也按照我们工程的施工 大概可以提早两个月完工 所以刚好能够让在台湾设计展的时候 就能够达成捷运红线 从高铁捷运红线 然后到轻轨 就可以直接到美术馆 或者是柏尔 古山哈马兴等等这些地区 轻轨这一段的 在年底之前的通车 会提前到10月 跟着我们的高雄设计节 来一起同步的通车 我想这对我们高雄市的 整体的 不管是在经济 或者是交通上的一个发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轻轨爱河之星C24车展建筑 融合客家剪纸意向 作为车展的特色 并且将具有客家代表性的蓝色系花布 融入进都市景观中 创造人文艺术的乐活城市 这一个站 本身也结合我们客家的一个意向 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我们的交通建设里面 也能够融入更多的在地的元素 让大家也能够知道说 高雄是一个多元 而且也兼具的 对于在地人文的一些关怀 我们在讯局期间先环路移民 环路移民之后 等讯局过后 我们立即进行铺轨 这样时间就可以说得很短 而且把整个对交通 大顺路交通的冲击减到最低 那以这种形式的话 尽量避免影响到市民的行的 通行的这些相关的顺畅的部分 市府持续建构高雄捷运路广 串联南高雄与北高雄的交通 期待完工之后轻轨成员 相信将会带给在地居民 以及来高雄晚的观光客 全新的大众运输体验 记者邱玉婷林嘉义高雄报道 台南市安南区河顺国下 与日本山口县万昌小学 在台湾历史博物馆 张龙志馆长牵线下 7月7日下午 两校进行国际教育交流活动 除各自介绍家乡的特色以外 也用书法创作LINE贴图 透过报道我们一起看看 不因为疫情就停止了国际交流 这场由不用客气设计有限公司 足中温雄策划 让台南和顺国小 以及日本万昌小学的孩子 透过网路视讯 各自介绍家乡特色 万昌小学的学生 除了介绍故乡的特产茄子 更介绍日本国家指定 传统供应品赤坚宴 同时更现场演奏音乐 庆祝这次的友谊交流 那请大家听我们的乐队演奏 和顺国小的学生 则是介绍台南在地美食 像是萨把鱼麦 棺材板 布丁等等 也介绍了台南的夜市特色 并与新认识的日本好朋友 分享这次参加国际视讯的心得与想法 我们的学校有样 小动物是很棒的一个学校 很开心 就是可以跟日本的小学 互动 然后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我想要去日本玩 而会有这次国际视讯交流 和顺国小校长陈良图表示 活动是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 张龙志馆长牵线下促成 这也是竹中温雄策划的首次活动 未来也期望能继续扩大办理下去 和顺国小有这个机会 跟日本的三口线万仓国小来进行线上交流 那主要是有一位竹中老师 他希望促进台日交流 那他的专场是电脑资讯AI方面 那他也很会做贴图 那透过台史博馆长的拉线 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台日两所学校的交流 竹中先生会用书法来做LINE的贴图 然后到最后我们两所学校会做贴图的交流 然后促成今天的连结 那和顺国小是这一次竹中先生第一个串起的台日的第一所学校 他也希望后续能继续串起第二所第三所 所以这也算是我们竹中先生他做LINE贴图的一个交流原念 接着进入书法创作 制作LINE贴图的创意时间 和顺国小的孩子们在竹中先生的介绍下 第一次接触了赤尖宴 在观摩万昌小学小朋友如何进行书法创作的范本后 接下来开始发挥各种台式幽默创意 写下像是哈哈哈哈 帅哥 耍废等等 就连陈良图校长 黄向秀主任 马孟平与中原两位老师也一起加入创作 陈良图校长表示 透过这样的国际交流 可以让孩子体验到书法的美感与创作 并融合传统与科技的特色 变成属于台日孩子的LINE贴图 也透过交流对话 认识了双方在地的美景与特色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导 以日之际在于成 用丰盛的早餐疗愈自己 就能更有力气面对一整天的挑战 在高雄有家从摊车做起的早餐 靠着香气十足的吐司和香脆的蛋饼 吸引不少民众慕名而来 究竟餐点好吃的秘坠在哪里 带您来了解 一整天的活力就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吧 在高雄三明区的这一家首座早餐店 从营业开始店内外人潮几乎没有停过 工作伙伴各司其职 有人负责点餐 有人熟练迅速的在煎台上煎烤吐司 蛋饼 每个人都朝气蓬勃 努力出餐满足机场碌碌的顾客 早上第一餐可能大家有时候客人还是昏昏沉沉的嘛 对 所以我也很希望说他们来买早餐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力 我们的精神可以传染给他们 让他们就是一整天 就是来到早餐店之后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然后除了有好吃的早餐 然后也开启这一整天的活力这样子 吐司是每家西式早餐店里都会有的品项 搭配不同的内馅 甜的或闲的都各有拥护者 这间店当初就是靠着一道吐司 在IG上爆红 让许多人慕名而来 另外为了让吐司吃起来不干且香气十足 店家可是有特殊做法 我们吐司都是用铁板去煎过 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先抹那个奶油 然后再去煎 所以呢会比较有香气 那煎过的吐司也比较会有水分 对 比较不会太干这样子 我们的玉煎后单 就是我们的芋头吐司 是采用大甲的芋头 然后自己就是去蒸煮 然后我们只加了牛奶跟糖去制作 对没有任何的香精跟防腐剂 所以这个产品就是一开始推出的时候就是 有点类似爆红就是很多客人就是都慕名而来想要吃这个餐点 我是在IG上面花到的 蛋饼就是看起来就是脆皮的 然后因为它还有一个预见后蛋 很多人都有在IG上面PO照片 所以就想说来吃吃看这样子 然后一试就成足够了 像外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些小黄瓜搭配 或者是番茄酱一些妹来吃的 可是他们的话不一样是说 他们是用新鲜的高椰菜吃 还有新鲜的番茄片 然后他们有一点吃一点有点奶油的味道 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说不会油腻 然后很清爽这样 酥脆的蛋饼也是店家的特色招牌之一 其中包入传统台式年糕的甜蛋饼 更是外面少见的口味 外面比较少见的像台式年糕这种 就是外面比较特殊但是也很受欢迎 吃起来口感很像麻糬 然后配上我们的蛋饼就是很酥酥脆脆的 所以就是口感很多元 然后又淋一点炼乳这样子 那就很像另外一道甜点的蛋饼 一早起床上班上课 让您觉得有厌世感吗 那就来份美味的吐司唤醒自己吧 如果觉得不够就再加快蛋饼 绝对补足您上半天的活力与朝气 记者周福庆蔡宜文高雄报导 学校营养午餐的背后都需要营养师和总婆塞分工合作 才能把美味餐点送到孩子的手中 台南市从108年开始就办理学校午餐厨艺比赛 今年更进入校内拍摄纪录片 让更多人知道这群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 在学校整天的课程活动 孩子需要补充营养来维持一天的体力 透过营养师的菜单规划到校处的用心烹煮 才能把餐点送到孩子的手上 台南市从108年开始办理学校午餐厨艺比赛 今年更是进入校园拍摄纪录片 让更多人知道这群无名英雄的辛苦付出 那今年非常特别 我们有三个学校 他们在拍摄我们的学校厨师 营养师 以及我们的老师 我们校长 我们同学对于这个厨房 在整个备餐过程的影片非常的精彩 那尤其是复兴国中获得金牌 那我们新南国小以及我们的崇明国小 他们也获得银牌 这都看得出来 我们台南市在午餐教育的成功 那今年也很荣幸在我们的food nest 这个食欲教育的这一个评比里面 台南市在教育文化的面向荣获全国第一 我们种植了各项的蔬果 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食材入菜 除了让学生了解食物的来源 也让他们知道食物得来不易 台南市想在地用当季食安心的学校午餐推动理念 除了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观念 同时也能鼓励营养师及校主的处益可以进步 看到学生期待每天的菜单 把午餐吃完 是营养师和校主最大的成就之外 家长也能放心 记者杨顺槐台南采访报道 日式建筑常使用的木造屋顶 木梁之间都是以损结的方式结合 是一门相当高深的技艺 中正高工目前申请影像推广计划 邀请老巷师和学者 共同指导学生 遵循古法 完成一座日式屋顶 送给学校当毕业礼物 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拿起凿刀修整木料中的卡榫 让两块木料在榫结石能够无缝接轨 锯的时候一定不能锯超过 就是如果可以不能往里面锯 只能往外面锯一点点 然后之后再使用凿刀去修凿 把旁边一些多余的部分修掉 然后不可以修太多这样 古迹修复尤其是大木座这一块 第一个学校现场其实也需要这样子的教学 第二个业界其实也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因为我们已经面临了很久的人才断层 除了要加长两块木料之外 木造屋顶中还有梯形和三角形的木料结合 都需要老教师手把手的现场指导 虽然只有九天的课程但学生们都受益良多 也对木构建筑的修复和保存产生兴趣和使命 才越发对这个文化资产越来越有兴趣这样 那最后也在学校用日食物顶来完成这个 非常一系列的文化资产的ending这样 然后也希望未来就是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将文化资产融入自己的未来一部分 古籍修复这个部分比较少人去做 尤其是木做的部分 师傅都已经比较算年迈的师傅了 所以比较有就是希望有新的一代 可以去接应这个部分 因为文化保存这部分其实不简单 很多的工法跟技巧都要去学慢慢磨练 这一项日式屋顶构造保存技术教育推广计划 市中正高工和中华民国古迹 及历史建筑匠师协会共同提出 获得文化部补助 计划中也结合建筑科冷冻科和资讯科学生的专业 在毕业前对日式屋顶架构有深入了解 对未来的升学和就业都很有帮助 不论它要升学或是就业都有很好的影响 因为我们目前在最近的法规 其实也通过了 只要是能够拿到文化资产的认证的匠师 那每天的薪资有保障3900多块 比起一般外面的匠师来的更有保障 古迹或者是建筑弄好之后 难道冷气不需要吗 非常需要 那难道整个配合现在的科技进步 资讯的领域方面的东西 要不要进到里面去 一定要 所以你看这样一个计划案 让我们学校很多科的学生都能够进来 古迹修复中常会有许多木构建筑 需要有精业的木座师傅指导修复 透过这项计划将传统工艺匠师和技职生合作 希望将这项木座技艺传承给下一代 记者萧怡轩 赖昌邦高雄报道 这几天高雄的彩山志宏池涌池涌入大批钓客 因为正逢渔虎的7月繁殖期 钓客真相前往 高雄市议员简幻中呼吁大众 不要随便放生外来物种 以免造成本土自然生态的伤害 高雄财山志宏池近日盛传有大量鱼虎出现 引起许多钓客前往试技巧拼手气 频频甩干探寻鱼虎中机 而7月也正值鱼虎繁殖期 但是鱼虎是外来鱼种 对于水中自然生态伤害极大 又怎么会出现在财山志宏池呢 所以你是特别要来这里钓鱼虎的 对啊 来看鱼虎 应该是人家访的 对啊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其他 他算是应该是钓客吧 我猜 对啊 钓客房 就要来这里放 就是方便他们钓这样 高雄市议员简欢中也在脸书po问提到 有民众向他反映 看到成年鱼虎 在保护鱼虎时会出现的死亡泡泡 也有钓货的成年鱼虎照片 简欢中表示 鱼虎是属于外来鱼种 生性也非常凶猛 呼吁民众不要随意放养 我想就是在 古山那个财山志宏池 它的相关的联络水道就是 发现有鱼虎的踪击嘛 那其实会 对于当地的财山的生态造成一点的冲击 那我们知道其实 鱼虎它的侵略性很强 那其实它 对于整个鱼类来说 它是无差别攻击啦 所以 所以我们期待就是 市府相关单位可以来 紧述来中市站这个问题 那另外 在这边也真的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真的对于这一种 外来种的相关的动物 千万不要乱发生 那包括之前在 我们市区就会看到那个 所谓的那个 绿虫溪的踪影 那以及在 自宏池出现 鱼虎这样的事情 所以 真的再次呼吁 真的是所有的好朋友 对外来种的野生动物 千万不要乱发生 但是会破坏到 台湾的原始一个生态 近年来 民众放养的不只是鱼虎 也有侵害农作物的绿裂溪 外来生物种类在弃养后 因为没有天敌 很容易就在野生 漆地繁殖 进而影响到台湾原生物种的生存 记者李嘉隆 高雄采访报导 台湾是首羊饮王国 该如何在百家争鸣之地 抓住消费者的喜好 店家更有法宝 这家中药行起家的养生茶饮店 不只卖常见的清草茶 还有多种精心调配的茶饮 就连加料的单品 都选用对人体较负担的寒天茶洞 让注重养生的消费者 多了另一种选择 看到中药 您会想到什么呢 不是要顿补食材 今天带您来到这家 以中药熬煮饮品的店家 前身是经营四十几年的中药行 从一开始熬煮给家人喝做起 后来为了改良成符合大众的口味 老板可是花了不少心思 光是一道桂花乌梅汁 就至少改了三次的配方 因为我太太他们家是中药行 中药养生的东西 就是他们其实就从小就开始喝 然后一开始只是他们 就是家里自己煮 自己给家人喝而已 大家都知道喝起来 中药东西就喝起来 就会会有点很重的药草味 然后他爸就是把这些配方 再经过我们 我跟我太太 应该说调配之后 变成比较皮液进冷的 比较养生的饮料 这样子 就从小就认识的朋友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中药行 一直都知道啊 对 所以就是比较安心吧 然后又还蛮干净的 对 就比较放心这样 因为成分啊什么的 我们都比较清楚 不会中药味很浓 就是喝起来还蛮清爽的啊 很顺口 过后面我们就大概调了大概 至少三次的口感了 酸度有 然后在煮的方式也有改过 从一开始可能大锅下去煮 到后来 但这有点商业机密啦 就是有一些东西 我们把它特别挑出来 先熬煮 然后再加什么糖 再去熬煮这样子 会分开 然后时间上又有去调整过这样子 它新草茶不会苦 会凉凉的 那苦瓜茶是像现在天气太热 那我有时候会买回去 分小孩一起喝 那我们家的小朋友 敢喝他们的苦瓜茶 他的苦瓜茶不会苦 喝起来就是 有点像果汁的味道 所以小朋友很能接受 我们很喜欢喝他们家的 冬瓜羊柑橘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 然后有时候觉得很烦躁 然后喝了以后 其实会觉得很降火 然后我们家的宝贝 他很喜欢他们家的冬瓜茶 只是孩子的回馈是最真实的 他就是都可以喝完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间就是比较好喝 然后比较天然这样子 为了满足追求口感 又想要兼顾养生的顾客 店家舍弃一开始卖的珍珠 改用寒天结合自家熬煮的茶饮 做成外形犹如龙珠 也像是放大版珍珠的球洞 造型可爱又吸筋 珍珠本身就是 比较难消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后来我们用了寒天 用我们自己的养生茶 比如菊花茶 或是我们的培原乌龙茶 去把寒天加上这些茶类 做成一个比较有口感的果冻 不会那么甜 那是因为我可以嚼劲这样子 取代我们原本的珍珠这样 因为讲求天然 不添加防腐剂 店家的茶饮都是限量熬煮 不放过夜 所以要点到想喝的品项 有时候还得碰碰运气 高温炎热时来杯养生茶饮 消暑又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想要增添口感就加入寒天球洞 酷热的夏天好像就不那么难熬了 记者周福庆蔡宜文高雄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许曼珍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